在野外徒步探险时,我与一个同行的女旅友发生了关系。 那一天,是我俩认识的第一天,也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天。 那天,我们历经六小时的山地徒步,身心俱疲,但领队却坚持要爬上山顶摄影。 当夜幕降临时,我们才真切感受到这一决定有多么的英明。 我们身处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区,那里有着华东地区最后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。 山巒连绵不绝,星空璀璨,站在山顶仰望着满天星辰,浪漫至极,一整天的疲惫,在那一刻的美好下都值了。 地培带了自家酿的酒,还带了一把小吉他,为我们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,歌名很摇滚,叫《世界上没有好人》,我们围成一圈边喝边唱,仿佛一切烦恼都不存在于这世上。 直到深夜,我们才各回了帐篷休息。 而这时,他来了,他悄悄拉开我的帐篷,一阵幽靡的香味立刻弥散在狭小的空间里,他一定是刚喷了香水,长途跋涉一天,身上不可能还留有香味的,他坐在我身边问,睡了吗? 我原本模糊的睡意,荡然无存,坐起来看着他。 我们一行有五男三女,他是最特别的那个。 轻瘦的脸庞,精致的五官,戴着粉色的棒球帽,显得既青春又神秘。 一双笔直的大长腿,裹着紧身的牛仔裤,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和脚踝,让人过目难忘。 更重要的是,他唱歌很好听,英文歌和中文一样娴熟。 但我知道,今天的我们不过是一群陌生人,只是因为一场旅行临时走到了一起,不会有任何后续故事。 所以,我也只是欣赏,和美女出游,风景也会格外动人。 我怎么也想不到,此时此刻,他竟然主动坐到我身边,在昏黄的小睡灯下,侧隐榴莲。 他问,想来一次吗? 来,一次什么?我心跳不已,潜意识里知道他想做什么,但我不敢往那方面想。 他取下帽子,摇了摇头发,空气突然变得温柔起来。 再犹豫就没机会了,他朝我挪了挪。 他眼睛很大,很像抬头就能看见的星星。 不好吧,帐篷离得那么近,我没有拒绝,我不能否认这一刻我心痒难耐,我不是得到高僧,做不到心如止水。 陪我再去看看星星,他凑到我耳边,喝出一口热气,就在你帐篷后面,那有个山坡。 说完,他朝我玩耳一笑,钻出了帐篷,我想冷静,但我冷静不下来。 荒山野岭,萍水相逢,只求片刻雨水之欢,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,我拉开睡袋,悄悄钻了出去。 营地一片安静,月夜星辰,照得四周一片冷白。 我借着月光朝帐篷后方走去,没几步果然是一处缓坡,他半躺在地上,身边放着一盏夜灯,看着远方的夜空,那场景,美轮美奂。 我往后望了望,这处山坡正好挡住了营地,距离也足够远,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,好像很有经验似的。 我朝他走了过去,走近了才发现,缓坡再往前积迷,竟然就是悬崖,隐约还能听见底下传来潺潺水声。 真美,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星空,我刚坐下,他就依偎到我的怀中,喃喃自语。 我再无顾忌,轻轻搂住他的肩膀,手顺势垂在了他的胸前。 我们好像一对热恋许久的情侣,嘴上说着简单的话,身体却肆意缠在一起,山中的晚风似乎带着浓郁的荷尔蒙,撩拨我们彼此心中的欲望。 嘴唇接触的那一刻,我决定了,管他什么爱情婚姻,人生苦短,何不放纵这一次。 星空违背地围床,干柴烈火的我们就这样发生了关系。 他很放得开,激烈时刻,他手舞足蹈欲罢不能,而我彻底放下了害怕被发现的紧张,肆无忌惮地释放野性。 事后,我们并排躺在一起,体会着山野的清风穿过身体的缝隙。 他轻柔地说,也许这里一辈子只会来这一次,我没有遗憾了。 我苦笑道,你先别感慨,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 他露出惊恐的眼神,四下望了望,你别吓我。 我指了指悬崖,说,你刚才太兴奋了,把手机甩下去了。 啊,他爬起来就冲向悬崖,我一把抓住他,把他拉回怀里。 太危险了,等天亮了,我再陪你去找吧。 但希望不大,而且就算找到了,估计也摔坏了。 他失望地看了我一眼,怂怂间表示无奈,没手机,我可麻烦了。 没手机,不是还有我吗? 他穿好衣服站了起来,看了我一眼,态度突然冷了下来,玩玩而已,用不着你负什么责。 清晨,领队叫醒了大家,告诉我们今天的路途不长,可以慢慢走,多看看风景。 他举起手,气生生地说,昨天夜里方便时把手机掉下山崖了,想要下山去找一下。 这种临时改变形成的情况,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队讨厌的。 果不其然,他刚说完领队就皱起了眉头。 好在地培说,绕下去倒是不难走,只是山崖下面是条小溪,手机就算没摔碎,也很可能被冲走了。 找到的希望不大,但他愿意带路走一趟,其他人继续跟领队往前走,我们在下一个村子会合即可。 我一听,连忙主动请英表示愿意和地培一起,这样两男一女也方便照应。 领队同意了,于是我们八个人兵分两队,地培带着我和他从后方绕下山崖,领队带着其他人按原路线前进。 他看了我一眼,那表情既不像感激,也不像怨恨,总之很复杂。 不过,他的脸和身材真是美得说,在这荒郊野岭,清新脱俗地像个仙女。 我们一边下山,一边听地培,说着本地的故事,时间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多钟头,随着溪流声越来越清晰,我们也终于抵达了山崖的正下方。 意外的是,原以为找到机会渺茫的手机,竟然就躺在我们面前,机身弯曲,屏幕稀碎,泡在水中,卡在鹅卵石缝里,也幸亏吸水极其清澈透明,手机沉在里面,特别违和。 我捡起手机递给他,他反复按了又按,手机毫无反应,当个纪念吧,不白跑一趟。 地培晚西道,我们顺着小西也可以走到下一个村子,其实本来这也是一条徒步路线,只是夏天雨季的时候不安全,你们不妨感受一下隐藏路线的体验。 他把手机装进背包,看了我一眼,说,你别把我弄丢了。 说实话,那一刻,我真觉得他的话有别的意思,但我不敢想,也不敢和他对视,我有老婆,结婚五年了。 随后的几天,我们一行穿越了一片又一片山地森林,翻过一座又一座没有名字的山峰,唱歌游戏,但是再没有过野外露营。 这几年,山区经济发展不错,村子一个接一个,条件也都好,实在没有必要为了睡帐篷而落脚在野外。 不知道怎么了,我总是对住宿地点格外敏感,一听说今晚住在哪个村子,心里总会一阵莫名的失落。 除了住宿时知道了他叫林千亿,我和他没有任何新的交集。 四天后,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终点站,位于山区的一个县城。 领队组织的最终仪式是一顿农家乐的午饭,吃完这顿饭就表示徒步正式结束,接下来是去试留都自己决定。 所有人都很兴奋,讲述着徒步六天的感悟,我却心不在焉。 他没来,我草草吃了几口便告辞了,在饭店转了几圈,最后在楼顶的栏单上发现了他。 他戴着耳机,嘴一张一合,双腿悬在半空来回晃荡。 愁愁再三,我走了过去,他看到我,摘下耳机,笑着说,谢谢,这几天吃你的花你的。 我坦然道,没事,应该的,应该的,他露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,对你老婆那才叫应该的,对我算什么。 他居然知道我有老婆,我顿时有些无地自容,你掏钱的时候,我看见钱包里有女人照片,挺漂亮的。 他说,你无名指也有戴戒指的痕迹。 我尴尬地笑了笑,怎么了,负罪了,他盯着我,是对他,还是对我? 你别问了,我和他一样坐在栏杆上,也不再掩饰,我四个月才能见到他一次,一次不超过四十八小时,五年来一直如此,我这个婚还不如不结。 这样啊,他凑了过来,那还想来一次吗? 我悬着的心,立刻又提到了嗓子眼,想得美,哈,他捂着嘴笑了起来,像个青春期的孩子,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? 我问他,什么?帮我买个手机,不然我都回不了家。 我松了口气,说,当然可以,县城有商场,你想要什么,我送给你得了。 说真的,你还不错,他眯着眼把我从头看到脚,别误会,不是送手机还不错,是吉他弹得不错,歌唱得不错,还有,也不错。 带着复杂的心情,我离开县城回了家,家里还是空荡荡的。 我从没想过,自己会有背叛婚姻的一天,我和老婆陈一清是大学同学,就像校园故事中的爱情典范,我们从任何角度看,都令人羡慕。 她是全能学霸,我是文艺浪子,她是学生会主席,我是乐队队长,她会写文章,经常发表,我会写歌,经常演出,我们走到一起,简直没有任何悬念。 毕业两年后我们就结了婚,她事业发展很快,婚后就被调去了海外分公司,接着便是职场三级跳,三十岁不到,变成了高管,一年也就回来三四次,一次不超过三天。 而我,几次工作碰壁后,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夫,偶尔演出旧场,偶尔写歌卖稿,偶尔做个吉他家教。 我和陈一清,肉眼可见越来越远,这次徒步,也是我实在闲得发慌,想出来的主意。 我和陈一清说,我想出去托个不散散心,她立刻转给我一万块钱,这种感觉,说不上是幸福还是可怜。 想着想着,我在沙发上睡着了,我梦见了那个夜晚的山顶,我和林千亿气喘吁吁,突然四周亮起了探照灯,陈一清出现在我眼前,眼神就像在看一只宠物狗。 我对不起她,也对不起我们十年的感情。 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半个多月,和往常一样,每天和陈一清不过三五句话,她不是在开会,就是在应酬,我们就像是彼此的闹钟,每天早安晚安。 我继续着主夫的日子,又是半个月一晃而过,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,我到A室了,请我吃个饭吧。 我心中莫名一阵激动,我没见过那个号码,但我肯定是她,几乎没有犹豫的,我回复说,在哪? 她也是秒回,花香里酒吧,晚上六点。 收到短信的那一刻,我仿佛全身都过了殿,又苏又麻。 一路上,我想象了几千种打招呼的方式,不能让她看出我很想她,也不能让她感到我很敷衍,能不能再给她一点魅力和好感呢? 我心怀忐忑推开包厢,门开了一半,我便看到了她。 她剪了短发,微微卷着披在肩膀,耳朵上挂着巨大的粉色耳环,一直垂到了锁骨和肩带上。 抹胸的吊带,超短的皮裙,小腿背长薛果紧,她简直是个性感的女王,我走了进去正要开口,心情顿时掉进了冰窟窿。 她身边贴着一个男人,很年轻,有着俊朗的脸和结实的身材,林千亿把头靠近她的嘴,她在说着什么,林千亿乐得哈哈大笑。 那一刻,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站在原地。 你来了,林千亿看见了我,像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同学。 我介绍一下,这位是齐山,徒不时认识的,这位是Alan,是,好朋友。 Alan站起来,朝我伸出了手,用着别脚的中文说,你好,我是Alan。 我问,外国有人? 不好意思,我中文说得不好,我在OP工作,来中国参加培训。 我一下愣住了,OP就是陈一清的公司,我笑着说,OP我知道,大名鼎鼎的海外集团公司,听说高管都很年轻。 Alan兴奋地说,是的,我们最年轻的副总,还不到30岁,还是位美女。 他说的必然是陈一清啊,我立马装作很感兴趣地问道,那么传奇,你见过吗?是个什么样的美女高管? Alan伸出大拇指,一本正经地说,确实是美女,但美并不是最重要的。 陈总说我见过最完美的职场女性,她专业、敬业、谦卑,对谁都很真诚。 可以说,见过陈总的男人,没有一个不为她臣服。 我嘖嘖赞叹,心里却像打翻了五位屏。 陈一清完美我知道,但从另一个男人口中说出她完美,还在我偷偷背叛了她的时候,我很不适滋味。 还有几个朋友没来,你先坐。 凌千亿朝角落折了纸,便又回去和Alan贴在一起,两个人手牵着手,大腿也贴着,说话时嘴巴几乎碰在一起。 我觉得自己很可笑,对一个一夜激情的人念念不忘,而对方压根没当回事。 既然如此,她又为何叫我过来当个摆设呢? 我坐着发呆,神情恍惚,不知什么时候,凌千亿竟然坐到我身旁,想我吗? 她又在我耳边喝了口气,我瞥了眼Alan,她自顾自玩着手机,仿佛一点也不在意,难道今天被凌千亿叫来的人,都是曾和她有过激情的,玩物? 说话呀,想我吗?她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笑。 我豁出去了,想你的人怕是不缺我一个把。 吃醋了? 对,吃醋了,既然你有新欢了,干嘛叫我来呢? 你想知道,凌千亿从桌上拿了瓶啤酒,你把这个喝了,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 我接过啤酒,一眼而尽。 好厉害,凌千亿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,拉着我就出门上二楼,二楼是KTV,这个点还不是唱歌的时候,一层黑漆漆的,没什么歌声。 凌千亿拉着我,穿过通道,一直走到最深处,推开一间包厢,关上门,凌千亿扑到我怀里,几乎颤抖地叫道,吻我。 我像是被施了魔法,毫不犹豫就吻了下去。 他搂着我,顺势就躺在了沙发上,和第一次在山顶一样,我们燃起欲望,默契地纠缠撕扯,毫不在意包厢门随时会被谁打开。 激情跌宕时,我抓着他的头发质问他,为什么要带个男人找我,为什么要和他靠那么紧? 凌千亿毫不反抗地回答,因为我恨你,我恨你有老婆,我恨你离开我这么多天,我恨你在县城为什么离我而去,你是王八蛋,你是下贱男人。 凌千亿越是骂我,我反而越疯狂,我忘了自己是个人,我只觉得自己是只野兽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我们筋疲力尽,在沙发上搂在一起。 他问,你想什么呢?我不想瞒他,我说,我在想,也许这才是生活。 他没再说话,把头靠在我肩上,抱住我的手臂更紧了。 十年前,在校园,陈一清也曾这样对我表达他的爱,时过境迁,我不知道, 但我知道此时此刻,我想要零千亿,想要那种激情四射的碰撞,想放纵压抑许久的欲望。 我说,走吧,你不是还有朋友要来?没有,说出来气你的。 那下面还有个男人呢,你至少跟人打个招呼吧。 林千亿扑斥一声笑了,得意地说,你也没看出来他是个女生吧? 我无语宁耶,他说,过几天我就要走了。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,你别多想,我不想要求你什么,和之前一样,用不着你负什么责。 虽然他这么说,但我知道该做些决定了。 凌晨我回到家,躺在了我和陈一清的床上。 相爱十年,我已经无法再守护这段婚姻了,虽然是我亲手毁掉了他, 我掏出手机,我们离婚吧,我什么都不要。 没想到,陈一清立刻就打来了电话。 我看看时间,已经是凌晨两点,平日里他十一点就睡觉,也许是我吵醒了他,面对陈一清的质问,我无言以对,他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沉默了一会儿,说他最快五天后回国。 他总是那么冷静,不管遇到什么,他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无所谓的样子,我受够了。 半梦半醒,睁开眼已是第二天下午,打开手机,陈一清并没有在电话之后给我发来什么消息,没有关心询问,也没有责备辱骂。 反而林千亿说了很多,一整夜长长短短,最后一句的是,我想见你。 我把家的地址发了过去,不到半小时,林千亿就来了。 我们像一对老夫老妻在门口拥吻,我给他换拖鞋,他搂着我的脖子,我给他做咖啡,他给我做晚餐,我抱着他进了卧室,他自觉地闭上眼睛。 在我和陈一清的婚纱照下,在我和陈一清的婚床上,我和林千亿赤裸相拥,我们肆无忌惮地嘶喊,我们把对方视为全世界的唯一。 卧室门开了,陈一清站在门口,面无表情,看到他的那一瞬间,我没有恐惧,只有轻松,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 我挑衅一般,把林千亿楼紧在怀里,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,朝陈一清吐去,他绝不允许我在卧室抽烟,尤其是在床上。 陈一清站了一会儿,离开了家,林千亿被吓着了,他紧紧抓住被子,说,我喜欢你,我不在乎你有家庭,但我有点害怕。 我亲了他额头一下,翻身下床收拾东西。 我住进了林千亿的公寓,我再也没有婚姻家庭的束缚,没日没夜和林千亿睡在一起,我从未发现自己竟是一头发情的野兽,林千亿开了笑说看到我就腿软。 我拼命发泄,只不过是等待最后那一刻的到来。 一周后,陈一清发消息给我,要找我谈谈。 我很骄傲地告诉林千亿,并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 林千亿说我疯了,要去我自己去,他可不去碰这种钉子。 但他紧接着又搂住我的脖子,娇声细语地说,不管我和陈一清谈得怎么样,他都支持我理解我,让我不要有压力。 他永远爱我。 那一瞬间,我真想质问老天,为什么要让我这么迟才遇见他。 在家楼下的咖啡馆,我见到了陈一清。 比起一周前,他销售了许多,黑眼圈也很重,我有些不忍。 以我对陈一清的了解,他是来解决问题的,不是来谈感情的,所以他不会和我寒暄,更不会和我争吵。 果然,他开门见山地问我,是不是确定要离婚。 我说是,我愿意净身出户,反正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他正的,跟我没有关系。 他当即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,让我签字。 协议里,房车存款都归他所有,他的一切收入也归他自己所有,这很合理。 我拿起笔,在落款处签上我的名字,刚写了一个字,一只手按住了我,那只手很熟悉。 我抬起头,林千亿正朝我微笑。 我刚想问他怎么来了,林千亿坐在了我身边,对陈一清说,他不能净身出户,这件事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,相反,你才是主要责任人。 我想拦住他,但林千亿并没有理睬我,接着说,你只顾自己的事业,聚少离多,是你让你们的婚姻畸形变态,他能忍受五年,已经是很好的男人了,你不觉得该净身出户的人是你吗? 陈一清死死盯着林千亿,一言不发。 忘了自我介绍了,林千亿伸出一只手,我是崔唐坤的未婚妻,林千亿。 我想用眼神告诉陈一清,林千亿不是我叫来的,我真的愿意净身出户,但我的手却像截了兵一样,无法动弹。 时间凝固了,许久,陈一清叹了口气,说,财产一人一半,协议我会让律师发给你,祝你们幸福。 他就那么走了,留给我一个背影,一个我相爱十年,却很陌生的背影。 林千亿转过头,胜利者一样得意地看着我,说,你自由了。 恍惚中我反映过来,陈一清这五年收入颇丰,加上房子升值,家庭资产差不多有个八九百万,凭空得了四百万,我没想到,也容不得我多想,林千亿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,他独特的香气浸没了我,这是比四百万更重要的礼物。 我推开他问道,崔唐坤是谁?别问好吗?我们相爱,我们在一起,不够了吗?林千亿又扑了上来强吻我。 我更加用力地把他推开,质问道,陈一清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,崔唐坤到底是谁?你爱我吗?林千亿问,不管你怎么回答,我都可以告诉你一切的真相。 我说,我爱你。林千亿坐到了陈一清的位置,看着窗外,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,你老婆早就出轨了。 林千亿淡淡地说,和崔唐坤,我的未婚夫。林千亿从包里拿出一打照片,偷拍的,照片里是陈一清和另一个男人,在海滩,在酒店,在机场。 崔唐坤也是OPE的高管,他们一直是单身形象,其实已经私混至少三年了。 林千亿说起这一切时表情很冷静,陈一清在OPE是完美女神,崔唐坤在OPE是高冷男神,他们共同抛弃了爱情的承诺。 想起每年和陈一清见面不超过五次,每次不超过两天,我一直以为她是工作狂,没想到吸引她的不仅有工作,还有另一个男人。 我和崔唐坤相恋八年,订了婚,订了结婚的日子,我还傻傻等着她来娶我,没想到,她早就一情别恋了。 我猛然抬头看向她,没错,我和你在徒步时候相遇,在山顶找你,都是我有意为之,我故意勾引你,就是为了报复陈一清那个贱人。 一个女人为了报复第三者,竟然甘愿自己成为第三者,出卖身体,给一个陌生人。 你应该觉得我很脏吧,我的身体很脏,我的灵魂也很脏,所以我不配和你在一起,我没说话啊。 但是,不管你相不相信,我想对你说,我来的是找你,就不再是想报复陈一清而来找你,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你。 林千亿流下了眼泪,八年了,我一直觉得好男人就应该是崔唐坤那样,彬彬有理,冷静理性。 从县城和你分胎之后我才发现,我想要的只是一份真实的感情,一个真实的人,和他相比,你真实,有才华,风趣,体贴,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想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 林千亿站了起来,对不起,如果你选择继续爱我,我愿意用我一生来爱你,如果不是,我不会再出现了,再见。 林千亿走了,也留给我一个背影,一个我爱了几天的背影。 我明白自己错过林千亿时,我慌了,我满脑子都是他,白天是,夜里是,醒着时是,做梦里是,我忍不住联系他,电话已经是空号。 我失去了他,一个我本就不该拥有的女人。 我在短租来的房子里,终日喝酒买醉,吐得满屋子都是,引得邻居以为是尸袖报警。 房东将我赶了出去,我抱着吉他缩在街角。 我每天写一首歌,灵感从未如此爆炸,有的人以为我是乞丐,问我有没有二维码施舍。 有的人以为我是落魄艺术家,把我拍成视频发到网上。 不知道多少天之后,来看我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纷纷举着手机对着我,还有人介绍我是某某神曲的创作人。 又过了一阵子,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我身边大合唱,边唱边流泪,排队与我合影。 人世间,真荒唐。 终于有一天,一个声音问我,你最喜欢的歌是哪首? 我想都没想,说,River。 他问,为什么? 我抬起头,透过结块的头发,看着他粉色的棒球帽说,因为你。 林谦一哭了,他蹲下来接过我的吉他,弹起了这首歌,路人拍到了这一幕,弹幕说从没见我绽放过这样的笑容。 我离开了街角,告别了听众,和林谦一开始了真正的热恋。 而他给我的惊喜才刚刚开始,他是高材生,留学海外名校,成绩优异。 他爸妈已经移居美国,住着花园别墅,我们通过视频见面时,老两口正在院子里带狗一起吃烧烤。 我们复合之后,他还特别强调了他的结婚要求。 不办婚礼,只领结婚证,不请婚宴,只要旅行。 不要彩礼,不要钻石,甚至不要去见他父母,我还能说什么? 我们结婚了,我常说林谦一望夫,自从我们在一起后,我不但有了工作,收入也直线上涨。 写歌,唱歌,直播,带货,一年后,我在A市买了一套千万级的豪宅。 买房我没和林谦一说,我悄悄加上了他的名字,我想给他个惊喜。 谁知道他得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,只是淡淡呕了一声。 我有些恼怒,视频播过去几次,都被他挂断,我头皮顿时一阵发麻。 我疯狂地打电话,打视频,打了足足半个小时,他终于接了。 你神经病呀,挂了你还打,我在做B抄。 林谦一朝镜头,放了一张检查单,你要当爹了,省点钱吧。 我傻了,看着镜头里气鼓鼓坐在医院的林谦一,白找挠心的兴奋。 第二年,孩子出生了,双胞胎女儿,又过了一年,交房了,三百平米的大房子,曾经的我做梦都不敢想。 待他看房的时候,他草草转了一圈,就说要回去,我问他怎么一点欢喜的样子都没有。 他说房子存款都是世外之物,一家四口平平安安才最珍贵。 我热泪盈眶,抱住他久久不松手。 林谦一要照顾孩子,布置新房的事就落在了我身上。 最好的家具,最好的电器,最好的一切我都想给林谦一和我们的女儿。 半年后,我们终于可以搬家了,住了三年的地方虽然有感情,但毕竟是租的, 许多东西舍不得扔,也没地方摆,统统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箱子里。 我一个个搬到新房,拆开在整理,以不留神,从一个陈旧的盒子里掉出一个手机。 机身弯曲,屏幕稀碎,好几年前的款式套在密封袋里,那是林谦一从山顶掉下山崖的手机。 他竟然没扔,竟然保留到了现在。 我有点感动,鬼使神拆的我,带着手机去了附近的修理店,也许我可以修好它,这是我们相识相爱的见证。 我跑了好几家修理店,师傅一看手机摔成这个样子,都拼命摇头,最终只有一个年轻师傅愿意尝试一下,但不保证能修好。 我说,只要他能开机就行,不需要恢复原状,甚至可以不像个手机。 师傅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,说可以试试把电池装在外面,机身扭曲得太严重了,电池根本装不进去。 倒过了一个小时,手机竟然亮了,映入眼帘是一条短信,录下和他上床的证据,三十万立刻转到你海外账户上。 我掏了一千块钱,神魂颠倒回到了新房,107,手机虽然款式老,但里面很干净,只有几条短信和一段视频。 机票,钱,手机,还有他的资料都给你准备好了,回国后,你想办法偶遇他。 让他出轨,事成后给你三十万,一切了结后,再给剩下的三十万。 要录下你们上床的全过程,要露脸,尤其是他的脸。 进展如何? 旅行邂逅的想法不错,我会配合你引导他去旅行,最好是徒步露营,独处机会多。 旅游团的信息发给你了,尽快加入,晚上露营,好好把握机会。 短信到这里就没有了,我点开视频,幽暗的黑夜,明亮的夜灯,他坐在山坡上。 我来了,坐到了他身边,他靠在我怀里,我搂住他的肩膀。 接下来的是,历历在目,激情达到巅峰,他扭曲的身体碰到了手机, 接着镜头一阵晃动,几声撞击的声音后,彻底陷入了黑暗。 看到发短信的号码,我呆坐在地板上。 难怪他一定要下山,去找一个希望渺茫的手机,往日的点点滴滴, 在我脑中慢慢拼在一起。 OP的业务真那么忙吗?忙到高管都回不了几次家。 陈一清既然有了新欢,以他强势的地位,为什么三年都不提离婚, 还有零千亿,结婚以来一直以时差为由,极少和他爸妈联系。 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疑问在我眼前晃悠,我抱住头, 嚎叫声回荡在空空的心房里。 我掏出手机,搜索OP陈一清,谈出的头条新闻是他的婚讯。 我们离婚之后半年,他嫁给了一个叫周牧的人, 比他大15岁,是个财团的董事长。 两年后,他和周牧离了婚,原因不明, 花编八卦说周牧年老,满足不了陈一清, 也有人说陈一清结识了更高位置的人, 否则也不会突然从OP离职,去向神秘, 和陈一清的五年,和林千亿的三年,像是一场梦。 陈一清雇佣了林千亿,OP能开拓海外业务, 任命陈一清为高管,主要原因是周牧。 为了独享周牧的宠爱,陈一清施展了全身解数, OP也被迫给了他特权,回国全凭个人意愿,公司不要求。 五年了,他终于得到了周牧的求婚, 但我还在,我还是他的合法丈夫。 陈一清不能因为出轨而离婚, 周牧不可能娶一个这样有污点的女人。 最好的办法是我主动提,或者我不得不主动提, 让她成为受害者,成为一个被丈夫抛弃或背叛的女人。 可是我太麻木了,她那么冷落我,我也没想过离婚。 于是,她在当地的野鸡大学, 物色了一个贫穷又虚荣的留学生, 主动出击,跟我偶遇,发生关系,留下证据。 出卖一次身体获取60万, 对一个漂泊一箱吃饭都没着落的女孩而言, 没什么好犹豫的。 可是万万没想到, 林千亿失手把录好证据的手机碰下了山牙, 失去了和陈一清的联系, 也没法把证据转移出来, 被迫跟着继续徒步。 她并不是什么崔唐坤的未婚妻, 崔唐坤是周牧的保镖, 每次见面都由崔唐坤接人安排, 她当然也不是为了报复陈一清才勾引我。 大概陈一清也没想过我这么一个废物有朝一日会挣到钱, 能靠花钱查到这么多线索, 所以她和林千亿联络都没有用新的号码。 但我还是不理解, 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我即将签字净身出户的时候, 林千亿会出来阻止我, 那是她的金主。 她为什么突然背叛陈一清, 难不成, 还真是因为林千亿爱上我了, 但我很快就理解了。 咖啡馆的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一小碟饼干, 轻声细语地说, 先生, 看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, 我送您一点甜甜的饼干, 希望您有个好心情。 我拿起一块饼干, 下面有张纸条, 上面有一串电话号码, 服务员回头给了我一个魅惑的笑。 那一瞬间, 我突然明白了, 林千亿改变了主意, 她不想要那六十万, 她想要更多, 能支付六十万的人, 离婚的损失一定不止六十万。 离开县城后, 林千亿躲到欧附近, 跟踪陈一清, 拍下陈一清和崔唐坤的照片。 她以为陈一清偷情的对象就是崔唐坤, 所以崔唐坤有一个未婚妻, 也并不意外吧。 她又回到了国内, 联系我去酒吧, 试探我对她的态度, 确定我已经深深迷恋她之后, 她决定倒戈, 迫使陈一清平分财产, 得到我的人, 也得到我的钱。 林千亿留学的经历是真的, 但学位是伪造的, 就连远在美国住别墅的爸妈, 也是她临时租的, 那一对夫妻确实是华人, 但男的是司机, 女的是清洁工, 别墅是主人家的, 狗也是主人家的。 所以, 她不能经常联系她们, 每一次表演都要等待时机, 还要付钱, 手机震了一下, 把我从沉思中惊回现实, 林千亿给我发来一段视频, 她抱着两个女儿坐在沙发上, 对着镜头坐着鬼脸, 视频的特效, 让她们三个的眼中冒着爱心。 她说, 老公我想你, 宝宝也想你, 要保护我们三个女生哦。 我以平台组织活动为由离开了家, 把山涉水, 我悄无声息地来到当初徒步的县城。 等了一周, 我终于在那间农家乐, 找到了当初的地培。 她还背着那把小吉他, 跟着五湖四海租来的团, 往返于山野森林。 她一眼就认出了我, 乐呵呵地叫我说, 我跟过那么多团, 就你琴弹得最好, 歌也唱得最好, 我还刷到过你, 大红人了现在。 我抱住她, 表明来意, 我想跟她学一首歌, 就是她在露营那天唱过的, 她自己写的那首, 世界上没有好人。 她在露营那天唱过的那首,